截至今年,美国空军有三大正在推进中的重量级战略武器项目 B-211突击者隐身战略轰炸机,哨兵陆基洲际弹导导弹 以及下一代空中优势NGAD 作为美军未来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这三个项目不可避免的都出现了严重超值问题 尤其是哨兵导弹,成本膨胀现象非常突出 但从宏观上来看,在美国空军史上 几乎每个主力战机都会遭遇的普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为了优先照顾与三位一体核打击 息息相关的B-21与哨兵 只能暂时委屈身为战略性装备的NGAD 外界甚至传出NGAD已经处于暂停状态 按照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的话来说 美军军方与研发团队决定对NGAD进行重新评估 然后降低研发成本 说白了,就是打算进行性能降级 以此来达到省钱的目的 之后将省下来的钱用在更重要的B-21与哨兵身上 对此,火力军表示非常利器 毕竟三个项目同时进行的话 都将延挡各项目的进度 倒不如将钱集中用在其中两个身上 至少也能完成三分之二 您说不是吗 但让火力军无法理解的是 任何人都没想到美军真的计划 将NGAD的性能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平上 从今年6月开始 美国媒体就有传言 表示美军计划终止六代机项目 但由于五角大楼和空军 并未确认这个说法 所以外界一直将这些传言 定为无凭无据的小道消息 然而在两个月后 一名美国空军高级官员打破了这个沉默 他的表态甚至被媒体解读为 间接承认六代机项目命悬一线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有一种意见正在美国空军内部持续出现 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那就是研发六代机水平的 单发轻型隐身战斗机 提出这项意见的美军高层认为 相较于现阶段的下一代空中优势 轻型战斗机单价更加便宜 并且还具备更强的空中机动性 与此同时 今年7月份 在一场由英国航空与太空力量协会 举办的全球航空航天局局长会议上 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 展示了一种新型的轻型战斗机计划设计 奥尔文认为未来的空军应该以适应性为核心 而非以持久性为目标 应该优先考虑战机的使用性 通过开放系统架构 模块化设计 以及数字工程等技术 来设计制造这款战机 在后期使用上 空军也可以通过不同版本的软件升级 来避免频繁更换硬件 所带来的大量装备退役浪费 因为软件方面的更新速度与难度 要远低于硬件 并且成本上也更容易控制 奥尔文将其称为美国空军 为应对后冷战时期而生的新理念 根据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 奥尔文所展示的轻型战斗机设计方案 采用了单引擎设计 外形特征有点类似于F35战机 因为两者的近期刀 与双锤尾设计非常相似 不过从水炮型座舱的比例来看 轻型隐身战斗机要比F35小伤一圈 考虑到F35是一款中型多用途战斗机 那么这款战机应该会被归类为轻型战斗机 另外在战机的机身侧面 还有一条很明显的极限 以增强低可探测性 并采用了外形双锤尾设计 不过并没有设水平尾一 奥尔文展示的这款轻型战机 引发了一个问题 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空中优势 是否真的被取消了 针对奥尔文的言论 媒体更倾向于认为 美军可能在寻求降低未来战机的成本 按照此前估计 NGAD的初步成本已经接近2.5亿美元 并且这还是降低了NGAD部分性能 然后通过中程辽机进行补偿 需要注意的是 这是项目初期的估算金额 而NGAD到2030年才能正式服役 在此期间还有6年时间 按照美国军工业制造成本来看 等到了6年后NGAD的单价估计会达到3亿美元以上 比两架F-2还要贵 要知道F-2就是单价过高 再加上美军对F-2有着非常大的信心 再加上当时的F-35马上要进行试飞 美军认为F-2的先进性 再加上F-35的多用途 足以让空军继续维持数十年的优势 于是便在2008年关闭了F-2的生产线 将产能转移到F-35的量产工作 但对于踹门任务来说 F-35还是显得有些吃力 而且在空战方面表现也不是很好 此后美军也曾多次考虑重启F-2的生产线 以便增加美军现役的战机数量 但经过评估后发现 想要重启生产线至少需要300亿美元 这项提案几乎不可能通过 因为300亿美元的开销 会严重影响下一代空中优势的发展 因此美军不得不继续依赖 数量并不多的F-2 以及勉强满足需求的F-35 至少也要让F-2服役到NGA-D服役 然而如今的情况显示 NGA-D项目也不容乐观 过于高昂的成本 让美军不得不寻求价格相对较低的 6代轻型隐身战机 要知道美军现役战机中 还有F-16、F-15 以及F-18等战机 同样到了退役的节点 在这些战机中 除了F-15EX以外 都是需要替换升级的 所以选择低成本的6代机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此前洛克希德、波音等公司 都对外展示了6代机设计方案 采用了5尾1设计 以此来减少雷达反射结面积 然而奥尔文展示的轻型战斗机设计方案 与这些公司的方案截然不同 实际上这款新战机的设计 重新回归到了5代机的设计逻辑 在奥尔文展示新方案之后 外界认为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空中优势 正处于完全的停滞状态 甚至有可能被取消 因为在7月份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曾证实 军方高层正在对6代机项目进行审查 以此来评估其性能与成本 单价超2.5亿美元的战机 让空军有些难以负担 根据当前消息 空军的备选方案 可能是通过取消某些功能 来降低战机的成本 其实火力军认为除了成本以外 美国空军还在NGAD总体规划方向上 存在着分歧 7月份肯德尔在接受采访时 首次提出了NGAD无人驾驶版本的可能性 后来肯德尔又表示 NGAD可能是无人驾驶的 其实真正对NGAD造成困扰的因素 是在当前技术背景下 各国空军对6代机的作战概念 与技术框架已经不明朗 甚至充满了分歧争议 少数空军高层认为 6代机有着相对明确的需求 比如在战机推力上 需要使用变循环发动机 从而实现超音速推力与亚音速油耗的坚固 此前在F2与F35等5代机上 都曾出现这个尖锐的矛盾 F2的航程不足就与此息息相关 然而发动机未来可能的进步 对机体平台的设计 并不会形成颠覆性影响 只要能够让战机飞得更远挂得更多 而另一些技术的进步 或者是对未来武器平台的需求 才真正造成了美军在NGAD项目发展上的迷茫 比如有人与无人 如果不考虑是否允许武器自主挑选目标 实施攻击行为的问题 仅仅对技术趋势做出预测 那么人工智能系统的快速发展 确实可以让下一代战机 可以在失去通信导航 或战场出现预期外目标 发生情况变化时 能够像真人一样 自主进行临时决策 但挖掘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潜力 形成可靠的 经过大量验证的实际能力 并且能够确保NGAD战机在交付时 就形成可依赖的空中平台 需要多少时间 没有人可以给出准确的答案 而且像F35这种五代机 普遍采用开放级模画化的航电架构 在经过不断升级之后 与当前发展的六代机航电系统 将大概率高度驱同 代差将非常明显 不过飞行员的生存需求 与人机交互需求 需要战斗机平台 从一开始设计 就付出巨大的代价 设计内部空间 气动外形阻力 机载设备复杂化 以及增重等诸多方面 也就是说 如果下一代战机平台 保留载人飞行能力的话 机体平台将付出额外高昂的成本 并承担相应的性能损失 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未成熟 但又处于高速发展的特殊时期 NGAD项目在有人与无人方面的选择难题 是超过以往任何一种空中平台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或许对于欧日等国家 其实不会构成问题 但对于美国便极为困扰 相较于已有的五代机 六代机凭什么敢说 自己是下一代战斗机 由于技术上的落后 再加上苏联解体 所以日本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 并没有能力完成 隐身战斗机的原型机发展 且经历了近30年 均被松弛的和平时代 导致其没有研发和装备五代机 所以这些国家正在研发新型战机 惯以六代机的概念 但对于美国来说 不一样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来自 军方与制造商正面的回复 否则这个项目将难以通过国会审批 如果F15EX全面换装五代机航电 或者六代机航电 受限于非隐身平台 F15EX机就会停留在四代机的水平 最多是4.999代机 但如果F2与F35换装六代机航电之后 它们与NJD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六代机有什么重要作战功能 是F2和F35在全寿命周期内 经历技术升级后仍无法实现的 同样能隐身具备高度综合化的航电系统 有完善的电子侦察和干扰对抗能力 属于信息化网络的重要节点 能够作为无人机指挥中枢 六代机和设计上更偏重于 隐身高速性能的改进型五代机 实质区别究竟在哪里 从一代机到二代机 再到后来的三四五代机 每一代战机的设计 都会在许多方面有着显著提升 在这些提升的背后 也有明确的需求推动 但到了五代机发展到六代机的时候 在战机发展方向上 却变得非常模糊 或许这就是美国空军 在推动六代机项目时 显得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 你们觉得在六代机发展上 各国真的有必要全力推动吗 如果仅仅发展航电 雷达等方面 在未来几十年内 能否满足各国空军的真正需求呢 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霍丽君 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